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深度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香港在全球财富管理领域的积极举措 特别是如何瞄准欧洲的富豪们 投资推广署高级官员吴上光最近展开了一场雄心勃勃的魅力攻势 目的是吸引高净值个体在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 随着他即将前往伦敦 米兰 巴黎等地与当地家族办公室代表洽谈 香港希望借此机会展示其优越的投资环境 此外 我们还将关注香港母亲在职场和家庭之间的挣扎 缺乏托儿服务和灵活工作时间使许多女性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 这不仅影响了她们的职业发展 还加深了家庭的经济压力 最后 我们将介绍圣诞老人行动 这个慈善计划如何帮助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患者的家庭 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医疗支持和服务 这场活动不仅是对抗疾病的努力 也是对社区团结的宣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金融与慈善的舞台上 香港展现出其独特的韧性与活力 香港投资推广署近日掀起了一波吸引欧洲富豪的魅力攻势 希望借此吸引高净值个体在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 进一步巩固其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投资推广署的高级官员吴上光亲自领军 踏上了前往伦敦 米兰 卢加诺和巴黎等欧洲主要城市的旅程 这些城市的金融论坛成为他的舞台 他不仅要会见家族办公室的代表 还要在卢加诺的论坛上介绍香港的财富管理优势 试图说服欧洲的超高净值个体 将财富管理中心转向香港 吴上光在一次演讲中道出了香港的吸引力 我们营造了一个商业友好的环境 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 使香港成为投资者的理想选择 尤其是那些希望利用亚洲增长潜力的投资者 这些话反映了香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中的策略性定位 欧洲的富豪面临不确定的税收环境 加上香港提供更有利的税收政策 这些成为吸引欧洲资产的关键因素 政府发言人指出 香港已经拥有约2700个单一家族办公室 这些数字显示出香港在财富管理领域的主导地位 在香港的社会层面 另一个与家庭相关的议题也在发酵 30岁的母亲丁丁在香港面对的挑战 反映了整个社会面临的托儿服务 与灵活工作时间的困境 她是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 曾希望能在职场与家庭之间找到平衡 然而 缺乏足够的托儿支持和灵活的工作安排 使她被迫放弃了工作 丁丁无奈地表示 我只能依靠自己来抚养孩子 等他们长大 这一情况在香港并不罕见 尤其是在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问题 日益严峻的背景下 香港政府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劳工局局长孙玉涵介绍了一项 在就业津贴试点计划 旨在鼓励失业居民 特别是女性 重返工作岗位 这一津贴对于像丁丁这样的母亲来说 或许是一个重返职场的契机 然而 民主建港协进联盟的调查显示 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 灵活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托儿支持 对于鼓励母亲重返工作岗位至关重要 立法会议员林一华指出 香港在家庭友好政策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香港的慈善机构也展现了另一种力量 帮助那些在生活中面临巨大挑战的家庭 卓嘉 一位年仅8岁的女孩 因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而需要24小时的专业护理 SMA家庭基金会 为卓嘉和其他SMA患者提供了急需的医疗支援 并通过家庭探访服务 提供专业指导 让家庭能够妥善照顾病患 卓嘉的母亲感激地说 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这样可以避免她去医院 因为那样会让她面临感染疾病的风险 基金会的努力 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尤其是在圣诞老人行动这样的筹款活动中 每年都有大量资金被用来支持 SMA家庭基金会等慈善项目 霍美玲博士 基金会的创始人兼主席 对于协助SMA家庭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她希望政府能最终接手这些项目 因为这不仅对家庭有益 对政府而言 在ICU节省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香港在财富管理的全球版图中崛起的同时 也正面对内部结构性挑战 特别是在家庭友好政策 和社会福利方面 无论是吸引欧洲富豪 还是支持本地家庭 香港都在努力平衡各种需求 以保持其作为全球金融和社会中心的地位 这样的平衡 为香港的未来铺平了道路 也为许多像丁丁和卓家这样的家庭 带来了希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香港位于中国南部沿海 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化经济体系 作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香港以其自由经济体系 低税政策和作为通往中国内地的门户而闻名 地理上 香港由香港岛 九龙半岛 新界 及其周边200多个岛屿组成 总面积约1106平方公里 香港的气候 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特别是炎热潮湿的夏季和温和干燥的冬季 香港在184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 这是根据南京条约而来 该条约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随着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898年的 斩脱香港戒指专条 英国进一步获得九龙和新界的控制权 1997年7月1日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 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给中国 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 这一政策允许香港在高度自治的框架下 维持其资本主义制度 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 50年不变 经济上 香港的地位不仅是全球金融中心 还以其深水港和自由贸易政策 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物流枢纽 香港拥有多元化的经济结构 服务业特别是金融 贸易和物流 以及旅游业 是主要的经济支柱 截至2023年 香港的经济增长 受全球经济环境影响显著 特别是受贸易战和疫情的影响 但其金融市场 及稳健的监管体系 仍然表现出较强的韧性 文化方面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 维持着独特的东西合璧的生活方式 这表现在其多元的饮食文化 节庆活动 建筑风格 以及多语言氛围中 广东话是主要的日常语言 英语和普通话 也广泛使用 社会和政治方面 香港因其自由开放的环境 吸引了大量国际人才和企业 自1997年以来 香港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争议和改革 特别是在选举制度 及言论自由等方面 这些议题在香港内外持续引发关注 教育和科技领域 香港拥有多所国际知名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如香港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和香港中文大学等 这些机构 在亚洲及全球高等教育中名列前茅 科技创新方面 香港正致力于发展为区域创新科技枢纽 并与周边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合作 促进科技和产业发展 香港独特的地理 历史和经济背景 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 无论是作为商业中心 还是文化交流的前沿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 香港的角色和地位仍在不断演变 但其作为亚洲籍国际间枢纽的地位 将继续保持重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 当然是欧洲富豪的理想投资目的地 其优越的税收政策和金融基础设施 吸引着全球的投资者 这就像古时中国的丝绸之路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商人前来交易 香港的努力正是要在线这种 全球商业交流的繁荣 但楚天书 你忘记了一个重要问题 那就是香港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在近年来不断动荡 这让很多投资者心存顾虑 要是富豪们真这么容易 被税收优惠吸引 古有的庞大帝国 怎么会因为税收众而崩塌呢 毕竟钱不是一切 稳定才是王道啊 没错 谢其器 香港确实面临着一些挑战 但正因如此 香港政府才加倍努力吸引投资者 这就像是在逆境中 发挥创造力的一种方式 就像当年林泽徐 面对鸦片危机时一样 香港正在寻求一条新的方向 来保持其全球领先地位 但你要知道 楚天书 面对家庭办公室增加的同时 普通市民却因缺乏托儿服务和灵活工作时间 被迫离开职场 这不就是所谓的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吗 要是这些问题不解决 香港的社会稳定如何保证 这就好比在扶贫上建高楼大厦 一阵风来就土崩瓦解了 谢齐齐香港确实需要在社会政策上做出改善 但吸引外资和改善民生并不矛盾 这就像战国时期的商样变法 虽然困难重重 但最终还是推动了国家繁荣 许多富豪的到来 也能间接促进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为市民带来更多机会 但商样变法最后还不是被政权内斗所阻碍 不解决内部矛盾 只靠外部输血是长久不了的 香港应该先把自家的问题解决好 再来吸引外来投资者 好比让自己先健健康康 才能走得更远 否则 这些富豪们可能一看情势不对 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 溜得比谁都快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琪琪在辩论中展现了各自的观点 并针对香港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然而 两者在论点上的取向确显示出明显的对立 这点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楚天书在辩论中强调了香港的优越税收政策和金融基础设施 并将其逼逼于股丝绸之路 试图将香港塑造成一个全球商业交流的繁荣之地 他认为 尽管香港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面临挑战 但这不应该阻碍其吸引外资的努力 甚至可以视为一种逆境中的创造力 不过 这样的论点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显得过于乐观 楚天书未能充分考虑到政治动荡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 这种忽略是对香港现实的弱化 相对而言 谢琪琪则致指香港的内部问题 强调稳定对于吸引投资的重要性 他的观点透过举例强调了社会扶植与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 指出若不解决普通市民的基本需求 香港即使吸引到外资 也难以维持长期的稳定 这一观点富有现实意义 强调了内部问题的解决是长久繁荣的基础 尽管楚天书是图用历史上的成功案例来支持其论点 但谢琪琪的反驳却揭示了外部书学 无法根治内部病症的真相 两者的辩论中 谢琪琪的观点显得更为全面 因为在现实的商业环境中 稳定的社会氛围与良好的民生福祉 是吸引长期投资的关键因素 他用让自己先见健康康的比喻 恰如其分地总结了问题的本质 总结来看 楚天书的论点虽然吸引人 但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稳定性的重要性 而谢琪琪的论述则更具实际意义 强调了要在外部环境中立足 必须先处理好内部的问题 这场辩论展现了两位选手的深刻思考 但未来的香港 如何在吸引投资与改善民生之间找到平衡 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香港的魅力公式吸引欧洲富豪 香港投资推广署最近展开了一场魅力公式 针对的是欧洲的高净值个体 目的是吸引他们在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 你要知道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邀请函 而是一场全方位的诱惑之旅 投资推广署的高级官员吴上光 这位香港版的业务拓展王 已经踏上了征服之旅 计划在伦敦、米兰、卢加诺和巴黎等地 进行一系列会面和演讲 吴先生的目标很明确 将香港打造成这些欧洲富豪心目中的投资天堂 香港的卖点有两个 商业友好的环境和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 再加上亚洲市场的增长潜力 这些都让香港成为投资者的梦中情人 据政府发言人透露 欧洲的超高净职人是因为税收不确定性而把目光转向香港 而香港的税收政策仿佛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李家超市长也不甘寂寞 他在论坛上再次强调了将香港打造成全球慈善中心的计划 这一承诺无疑是为了增强香港的国际魅力 香港目前拥有约2700个单一家族办公室 这个数字背后是超过一半的创始人拥有超过5000万美元的财富 德勤预测 到2030年 亚太地区的家族办公室数量将激增40% 这意味着香港未来的投资潜力巨大 吴上光此行不仅是为了推销香港的财富管理环境 更是为了建立更加紧密的国际关系 这场吸引富豪的全球巡演 已经在香港本地的家族企业峰会上拉开了序幕 这场由南华早报 荷兰池资本主办的活动吸引了超过100名商界人士参加 母亲们的困境 香港就业市场的缺失 香港不仅是富豪们的梦想家园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这座城市却充满了挑战 特别是对于像丁丁这样的母亲 缺乏托儿服务和灵活的工作时间 让他们在就业市场中举步维艰 丁丁是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孩子出生后 她被迫放弃了工作 虽然曾短暂尝试过重返职场 但由于缺乏家庭托儿支持 她不得不再次辞职 这样的故事在香港并不少见 尤其是在劳动力短缺问题 越来越严重的今天 政府预测到2028年 香港将面临约18万名工人的缺口 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加剧 为了激励失业居民重返工作岗位 政府推出了在就业津贴试点计划 但对于需要托儿支持的母亲来说 这些措施可能并不足够 香港最大的政党Dev的调查显示 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 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托儿支持 是鼓励母亲重返工作的关键 然而 托儿支持的不足和缺乏灵活工作的政策 让许多母亲不得不放弃职业生涯 即便是在托儿紧急情况下 也往往无法找到合适的人帮忙 这样的困境让像丁丁这样的母亲感到压力重重 甚至对未来感到迷茫 要解决这一问题 香港需要的不仅是政策上的支持 更需要改变对母亲角色的社会认知和企业的态度 慈善的力量 帮助SMA患者的香港慈善机构 在香港 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特殊医疗护理的家庭 卓家 一位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的八岁女孩 虽然无法和同龄人一样外出玩耍 但她的生活得到了SMA家庭基金会的支持 这个基金会为无法负担医疗设备的家庭提供救命的医疗器材 并由专业人士提供免费的家庭探访服务 今年 圣诞老人行动 一个由南华早报和RTHK共同举办的年度筹款活动 决定资助这个基金会的工作 这笔资金将确保他们能为更多的患者提供急需的服务 并扩大到支持其他罕见疾病的患者 基金会的创始人霍美玲博士 她自己也是SMA患者的母亲对这些家庭的困境感同身受 她的目标是让SMA患者能够管理自己的生活 而不仅仅是生存 在慈善机构的支持下 像卓家的母亲这样的照顾者不再孤单 他们可以随时寻求帮助 这样的支持对于一个全职照顾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安慰 也让他们更有信心面对生活的挑战 这些慈善机构的努力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也让我们对香港的未来充满希望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